在立法院两年多的时间 我花了不少精神在财政委员会 结果过去这一年的时间 我在立法院里面听到让我最难过的声音 就是很多支持法罪改革的朋友 他们或者故习或者骑车 在立法院四周倡议法罪改革的理念 在立法院那栋建筑物工作的我 心里面在想的事情是 这不是应该我们要完成的工作吗 这不是应该我们要完成的工作吗 为什么 为什么 让法罪改革这么多的朋友 不管是烈日 下雨 风吹 日晒 每天日复一日的 发出这样的诉求 就希望在立法院里面的人能够听到 在立法院 财政委员会里面 我所推动的第一个法案 就是纳税者权力保护法 在推动那个法案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问题 我相信我们的政府 非常的清楚 到底有哪一个国家 对于税务诉讼的行政究竟 可以荒谬到 人民的胜诉率不到10% 有哪一个国家 可以荒谬到 人民好不容易 取得了低于10%的胜诉判决 结果丢回去我们的国税局 又再次发了一个内容 一模一样的税单 这样的制度 我们还能够忍受吗 这样的制度 我们可以不改变吗 我在立法院总职群的时候 我把这个数字摊开来 请教我们的院长 请教我们司法院院长被提名人 每一个人开到这个现象 都告诉我们 这一定要改革 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下去 但问题是什么 当立法院财政委员会 开始针对纳税者权力保护法 进行讨论的时候 我只简单的问一句话 为什么重要进步的改革条文 你们通通不支持 这是所有参与这个法案 审议的立法委员 必须要站出来 说清楚 出讲明白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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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 在行政法院系统里面 要有财税专题 我们希望 这些审案主的法官 他们真的看着董税务案件 不要让人民继续投诉无门 结果 法案一通过 各位知道 我们要求 要审税务案件的法官 必须要取得专业证书 结果他们怎么搞 所有行政法院的法官 就地合法 百分之一把 全部都是有税务专业证书 如果可以给你们这样子搞 我们还修纳税者保护法干嘛 如果可以让你们这样搞 我们还修纳税者保护法干嘛 我相信 所有关系 税务改革 有在看纳税者权利保护法 审议过程的朋友 心里都很清楚 我们的力量还不够 我们的力量还不够 所以很多重要 进步 关键的改革条文 最后没有办法获得通过 但是 在这部法律通过了以后 在好几场座谈会里面 我告诉所有朋友 纳税者权利保护法 这一步不完美的法案通过 只是我们推动法税改革的开始 这个战争还没有结束 这一场战役 我们会继续打下去 对不对 对 本战到底 本战到底 我希望 我希望 我们新任的财政部部长 有听到 今天大家在这边的怒吼 站出来面对 在立法院 在立法院 就如何进行财税改革 就如何改正过去 不合理 不合法 的各式各样 的措施 进行专案报告 有哪些法律 我们必须要推动修正 我们就继续的往前走 我相信 我们在财政委员会里面 不仅仅是我 还有其他一起关心 这个议题的立委 我们的脚步 不会停止 我们会继续 跟今天在场所有的朋友 站在一起 为了推动改革 我们大家一起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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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